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倫婆协议官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一部斯坦达作品改变电影《瓦尼娜·瓦尼尼》 电影讲述了一位美丽的公主和一个革命党人之间悲剧的爱情 故事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的意大利 第二个女主瓦尼娜是罗马一位亲王的独生女,也是唯一的继承人 瓦尼娜不但出身高贵,家世显赫,而且长得端庄美丽,气质非凡 当时很多王子公孙都对瓦尼娜亲母一久 可瓦尼娜却一个也看不上 原来瓦尼娜既不贪母虚荣,也不穷彻其欲 更不想为利益考量而结婚 她是个虔诚的信徒,内心善良纯洁 对待爱情也只求真心纯粹 但是在只讲利益虚伪又险恶的贵族圈寻找一份真爱谈何容易 所以瓦尼娜对自己的生活总是感到虚无和厌倦 直到有天,瓦尼娜遇到了一个年轻人 此人名叫彼得,乃是一个被政府通缉的烧谈党人 原来就在前几天,彼得赶来罗马参加组织的一个秘密会议 结果路过一个检查站时 由于没有熟人的介绍信,她被守卫拉拉下来 好在同车一位伯爵夫人为彼得做了担保 彼得这才得意来到了罗马 彼得非常感激这位夫人,奔向亲自得门道谢 但这位夫人慌里慌张,似有极事 走到一个豪宅时就赶走了彼得 原来不就夫人即日见自己的亲人 而这个亲人就是瓦尼娜的父亲 彼得来到罗马城后 通过线人见读了自己组织的人 这次的会议也没有什么大事 就是欢迎一个新成员的加入 会议结束后 彼得想到罚场祭奠一位被处决的伙伴 然后就离开 结果那个线人说什么也不肯去罚场 其实当年就是他出卖了那个伙伴 两人争执时正好走来一群士兵 那人就想立刻告发彼得 好在彼得眼睛手快赶紧自杀了那人 不过彼得最后还是被抓了起来 后来彼得杀了几个守卫 成功越狱逃跑 但他的身体也受了伤 这件事很快在城里传开 那些绅士贵妇听到这种事 无不感到惊骇 只有瓦尼娜很同情这些 胸怀理想不惧死亡的少谈党人 听闻他们被抓后都将被处死 瓦尼娜不禁为这些年轻人感到惋戏 另一遍 话说彼得淘宝途中 无意间撞到了伯爵夫人 被他救了起来 伯爵夫人很可怜他 就没有向当局告发 只好来求亲王施法拯救此人 虽然此事非常棘手 但亲王为了亲人 还是同意让彼得暂时躲在这里 他于是让彼得 再且住进了一个不常有人去的阁楼 但这件事恰好被女儿瓦尼娜撞到 因为彼得淘宝是穿了一件女人的衣服 所以第二天 瓦尼娜透过窗户看到她是 还以为里面是个女人 瓦尼娜也不知道 父亲为何将一个女人藏在这里 他猜想那个女人一定非常不幸 或许正是风流的父亲伤害了人家 为了帮助这个女子 瓦尼娜于是偷偷爬到阁楼一探究竟 结果刚一进来 她就被吓了一跳 原来对方是个年轻的男子 彼得也没有隐瞒 便将自己的身份遭遇 全都告诉了瓦尼娜 他还说自己逃跑时并未杀人 只是出于滋味 自杀了几个守卫 谈话间瓦尼娜见彼得伤势很重 便说要为她找个外科医生 但在当时 为了追捕逃犯 所有外科医生接诊的病人都要上报 彼得本来不想惹这个麻烦 但瓦尼娜还是找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医生 医生为彼得重心包扎了伤口 也伤了药 彼得的伤势才有所好转 彼得自然非常感激瓦尼娜的好意 只是不明白她为何要帮助自己 瓦尼娜于是羞怯地说 彼得和她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如果真要她说出一个理由 那大概就是自己已经喜欢上了彼得 以后的一段时间 瓦尼娜也不能寐 心里全是那个年轻人 后来彼得养好了伤 亲王也为她办理那护照 她打算立刻离开此地 当时亲王喊嘲笑彼得 说她的理想有点可笑 自由平等这类美丽的词汇 早已传唱了千年 但从未实现过 对于这些言论 彼得早已听得不耐烦 她也不想和亲王争辩什么 倒是亲王的女儿瓦尼娜 彼得实在有点舍不得离开 她很喜欢这位善良又美丽的公主 虽然她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甚至在政治上 她们还互为敌人 但这些也阻挡不了 她们彼此相爱 眼看着彼得就要离开 瓦尼娜也是非常的伤心 这时贴身女仆出了个主意 原来在彼得的老家杰采娜 公主的家族在那里 正好也有座城堡 于是女仆就让公主 脱病到那里疗养 这样就有机会 经常和彼得见面 随后不久 公主就按照女夫的主意 搬到了七彩那城堡 同时她喊拍了亲信 也就是那个医生 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彼得 由于城堡守卫森严 彼得不便从正门进入 只好爬墙跳霜潜入了城堡 当时瓦尼娜早已等了她很久 等到真见面时 反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彼得告诉瓦尼娜说 她虽然很爱公主 但她不得不如实相告 她的心里除了爱情 还有家国 还有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理想 虽然彼得无法像瓦尼娜期望的那样 整天陪伴自己左右 但瓦尼娜看到彼得 对自己的一片真情时 还是感到万分的幸福和满足 后来听闻彼得需要很多活动经费 瓦尼娜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 她想让彼得和自己结婚 这样自己的财富 彼得就能随意支配 可是在彼得看来 瓦尼娜显然想得太过天真 她现在还是一个通缉犯 连见神父她都不敢 贪贺公开结婚的事 本来今天晚上 彼得想离开城堡 结果彼得刚一走 瓦尼娜就哭得撕心裂肺 最后还是把彼得叫拉回来 她恳求彼得留下来 哪怕住上三天也行 就当是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彼得见瓦尼娜录斯这般 也实在不好拒绝 只得在城堡多住了几日 但是当离别时刻再次接近时 瓦尼娜就开始指责彼得并不爱她 不愿为她放弃自己的理想 而且她也认为 只凭彼得那些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撼动当局的同志 况且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事 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 流过的血还少骂 那些狂热的革命分子 最后只会带来战争和杀戮 让所有人全都遭殃 然而瓦尼娜的话并没说动彼得 她依然坚定地认为 瓦尼娜那个复朽的阶层 必将被毁灭 意大利也必将浴火重生 只有当权力属于人民时 幸福才会真正到来 恐惧和高压下的安定与繁荣 就像纸包着火一样 只不过是暂时的假象 瓦尼娜眼看说不过彼得 其实也不是反对彼得的政治理念 只是不想让她拿生命去冒险 彼得的理想高于生命和爱情 但瓦尼娜的爱情高于一切 不过两人这样的关系 让信仰前生的瓦尼娜 也总有一种负罪感 特别是被审妇看出她内心的挣扎时 瓦尼娜越发感到难受 有时她也感觉 她和彼得的关系充满了罪孽 他们都将受到诅咒 但是一提到这些道忙而然的神志人员 彼得就是一肚子火气 在她看来 这些神志人员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仰 他们只是权贵的帮凶 满嘴仁义道德 但心却是黑的 而且还不自知 瓦尼娜并不认同彼得的观点 教会虽有败类 但也有像彼得一样 充满热血 不为死亡的慷慨之事 随后不久 一位大主教来到了吉塞纳 负责整肃此地的烧太党人作乱 因为事情危急 瓦尼娜并想让彼得留在城堡 一方不测 但正因为情况有变 彼得想立刻去通知其他伙伴 提前防备 果然随后不久 大主教带来的卫队 就开始到处抓捕 稍谈当人 切塞纳这座圆美安宁的城市 立刻被弄得 风尘合力 血雨清风 眼看情况越来越糟 彼得与世建议组织 立刻召开会议 上一对策 他们把会议地点 定在了闹市区 这里最显眼 反而最安全 商量好一切以后 马尼娜就接彼得 回到了城堡 几天之后 彼得本打算 陆约去参加那场紧进会议 但是瓦尼娜 自自拦住了彼得 她说现在情况非常紧张 彼得去参加会议 无异于送死 原来这些天 瓦尼娜也看到了很多 烧探党人被当众鞭打 出色的场面 她可不想让彼得 像他们一样拜拜送死 虽然瓦尼娜 并没有说服彼得 不过彼得还是答应她 明天再去 结果彼得万没想到 瓦尼娜随即就将 那场会议的地点 让女仆去通知了大主教 这天晚上 瓦尼娜一直说 她和彼得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们甚至可以去美国 一起生活 彼得并不知道 瓦尼娜早已出卖了 她的伙伴 只为将她留在身边 第十天一早 医生才告诉彼得 会议地点被查封 她的伙伴继续被抓 彼得听后非常悲痛 因为自己当时没有出现 她心想大家 一定会认为 她是个叛徒 这时的瓦尼娜 也是悲痛不已 她做了一件 注定让彼得憎恨的事 父亲突然把瓦尼娜 叫回了罗马 原来父亲 想让瓦尼娜 嫁给婚姻主教的侄子 萨维利 虽然父亲知道 女儿并不喜欢此人 但婚姻这种事 学不喜欢其实 并不重要 事到如今 瓦尼娜知道 她的事情已经无法掩盖 她于是将自己 和通知犯彼得的恋情 告诉了那位婚姻主教 婚姻主教大为震惊 认为瓦尼娜 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窃渎了信仰 但瓦尼娜并不这样认为 她依然忠于信仰 并认同信仰的仁慈和宽容 她也不认为 爱情有什么罪 现在她只求主教 能够拯救她的恋人 瓦尼娜的话 说的主教也有些动容 她和另一位同事商量以后 最终还是决定 帮助公主营救彼得 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彼得抛弃自己 邪恶的信念 这程悔过就行 这样他们也能找个借口 不再追究彼得过去的罪行 瓦尼娜于是恳求彼得感谢异者 就算为了他们两人光明的未来 而且彼得也无需做什么 只要稍作千被毁过之菜就行 然而彼得却心如铁石 宁斯也不愿向当局妥协 并且现在 她一直后悔那天没有去惭悔 总觉得自己对同门被抓负有责任 瓦尼娜见词 越发为自己那天的冲动感到内疚 她于是就把自己 高发彼得同伙的事说了出来 北想和彼得分担那份自责 结果彼得听后不然大怒 立刻用手里的铁链殴打了瓦尼娜 随后不久 彼得就像当局自首 随即被判处了死刑 上拉断头台 就在那天 万念居灭的瓦尼娜跑到修道院 斩断红尘当了修女 电影也到此结束 该片改编自斯堂达的短编小说 小说其实是一部歌颂烧谈党人的作品 在原路中 瓦尼娜并未当修女 而是嫁给了自己的堂兄 萨维利王子 该片虽然情节不够丰满 但演员的表演可圈可点 所以也很有感染力 瓦尼娜对爱情太过执着 如果她懂得相爱不如 相望于江湖的道理 这个故事的结尾 或许会更洒脱一点 大喜一点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